我觉得这一个肠粉 very delicious 这家肠粉店 我们开之前我们蛮期待的 开了之后我们就一直拖着到现在才去 终于来到这个肠粉店了 算是列之文第一家专门只卖肠粉的 其他都是比如说像清脆香 它是卖面包附带肠粉 然后这个是卖肠粉附带中 然后它这里比较小嘛 这店铺位置比较小 周末来的话可能要排队要排挺久了 它最先给我上的是肥牛肠粉 它应该是直接买了牛肉直接切放进去了 没有经过处理 没有洗过 所以说它牛肉味虽然保持着 但是它的血味啊 因为加拿大的牛肉关系 所以血味还是很重的 对那种牛肉的那种血腥味有建议的话 还是建议不要点这款 因为毕竟它很多是其他选择嘛 比如鸡蛋肠粉 就鸡蛋葱嘛 肠粉最重要的是它的那个皮嘛 它这个皮做的不是那种滑的那种皮 它是做的容易入口 很容易吸味道的就味道上不错 它辣椒酱也还行 那个豆瓣辣椒 自制辣椒 咸中带一点点辣 它我觉得它之所以没那么滑 可能是因为加了青菜吧 可能 因为水分比较大嘛 对的 假如说下次去的人不要一下子学我一样 把一下子把全部酱油都加进去 撒一点点 然后不够再加吧 因为我一开始全部加进去 吃完之后基本上就等于把那一小碗的酱油全部吃了 我是比较推荐它那个猪肉肠粉的 猪肉其实处理的不错我觉得 就是我们平时在广市早茶那边的肠粉相比的话 这个肠粉可能真的好吃很多 但是如果真的是以那个是潮汕肠粉的标准的话 我觉得就还是差的有点远 人家卖的是广州肠粉 对啊 潮汕肠粉 是另外一个东西你知道吗 但是它想做的长相不就是一样吗 没有啊 那个很明显就是广州的长相 潮汕肠粉 是吗 是啊 对啊 潮汕肠粉不是一个东西来的 人家店外面就写着广州西瓜 广州味道 是 是这样的 是广州人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还行 食物味道是还行的吗 对啊 没有 因为你吃惯了潮汕肠粉的味道 哦 尴尬了 潮汕肠粉是属粉为重 广市肠粉是以米浆为重 所以两个口感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再加上酱汁方面 好了 我只是单纯说就是 潮汕人如果有吃过潮汕肠粉 就吃不好你这个人的口味 如果有吃过潮汕 你这么半周被饿心 有吃过潮汕肠粉的人 肯定觉得那个好吃好吗 然后他们还有一个搭配是你可以配一碗粥 那我点了这个是华蛋牛肉生滚粥 它是比较稀的那种粥 蛮绵密的但是我唯一不喜欢就是糖跟味精的组合 开的那粥底有糖也有味精 然后两个混在一起跟粥混在一起 我不喜欢而已 它这个粥里面有一个生鸡蛋嘛 搅完之后鸡蛋就熟了 从粥那个粥都感觉都挺一般的 我没说好吃啊 粥我挺喜欢的 就太稀了 对我看了没我跟你说了吧 潮州人是喜欢丑点的粥的 地方文化不同 虽然说我们都是广东人 但是地区还是有点差别的 平日来会好一点 如果周末来排一个多小时才吃到一碟肠粉 我就觉得不划算 对没那个必要嘛 价格上可能就是 假如说大家会觉得8块钱左右 一碟肠粉会贵的话 那还是不要去吃了 谢谢收看本期节目 拜拜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期的节目 如果未来有任何意见或者建议 请在下面给我们留言